整个大王区都在疯狂的建大学 最典型的一个现象 香港一系列高校正在邦家市进入大王区 香港中文大学 2014年已经在深圳半分校 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选址广州蓝沙 预计2022年建成招生 香港城市大学选址东广松山湖 预计今年上半年动工 香港理工大学选址佛山山龙湾 正在筹备 预计投资307亿 香港公开大学选址赵迅新区 校区面积比香港本部大学还要大 2020年4月签署协议投资38亿 同时澳门科技大学选址珠海 在去年11月正式签约 除了引入大王区自主建设的大学 也是很厉害 有哪些呢 定位为高水平研究型中山科技大学 选址中山券新区 以启动建设将于2022年招生 选址东广松山湖和滨海新区两个校区 所有设施和学科都按照 一流大学顶尖水平配置的大王区大学 将于2021年动工 2023年招生 感受到了吗 在砸钱办大学这个事情上 大王区太拼了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广东省全省教育军费 2019年总投入而达到4918.76亿 占到了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9.8% 增幅15.24% 长年全国第一 本来就占据全国经济第一优势的广东 还要砸钱办这么多高等教育 有没有让你有这样一种感觉 人家本身就是高富帅 而且还很爱学习 很有上进心 这样的大王区 难道你不喜欢吗 难道不看好吗 难道不看好吗